海贼王912话 四皇凯多手下 引以为傲的沸沸 竟然过了很长时间 都没有解决掉博拳 于是他们一路追了过来 凯多手下看到与沸沸对战的博拳之后 不由的大吃一惊 他不是普通的博拳 而是这河之国中的博千代 从他们的反应中可以看出来 博千代很少出现 而现在博千代为了保护小玉 竟然一直在河沸沸打斗 在日本文化中 博拳代表的是吉祥安康的守护兽 在河之国篇 博拳们的统领博千代 竟然选择拼命保护小玉 有灵性的他会选择保护一个凡人吗 只能说明小玉带河之国的身份不一般 可能是某个大家族的公主 而在斯黄海多手下出场的时候 也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或许这件事情 会成为山智在河之国开启战斗服的伏笔 山智身为文斯默克家族的血脉 在撤离蛋糕岛的时候 被自己的兄弟偷偷将变身器放在身上 杰尔玛军团就是因为有了变身器的存在 战斗理财大增 成为曾经称霸北海的海上国家 在河之国海多海贼团中 似乎也有科技出现的身影了 桑尼后刚刚到达河之国 就被凯多的手下发现了 于是才有了开头来到海滩边探查的那一幕 他们竟然可以在远处就知道有人进入河之国了 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肯定是科技的产物 毕竟凯多的工厂就在河之国呢 失去凯撒与明格后 不可能生产人造恶魔果实 凯多肯定在研究别的东西替代 海贼王912化 山智虽然表示不会使用这个战斗符 但是存在及时合理 在卢飞与乔达的努力下 山智的变身器没有被丢掉 反而是被山智收起来了 那么在关键的时候 肯定会上演战斗符对战斗符这一幕的